台中无期国小有18间教室都被检测出是绿离子含量超标 确认就是海沙屋 那么教育部会堪之后先行补助了200万给校方 要进行规划社会设计 希望呢把这海沙屋的教室宣布前採 触目惊心的裂缝随处可见 墙壁和柱子的磁砖也一碰就掉 天花板也都是外露的钢筋 这里竟然是小学生上课的地方 台中无期国小在民国80年新建的校舍 不时会有水泥块掉落 学校的家长会长刚好是一位建筑师 指出校舍的绿离子含量超标 已经达到海沙屋的程度 无期国小紧急通报教育部会堪 并将这个危险的校舍封锁管制 我们就把原先的教师的办公室 还有一些客人教室挪出来 安置所有的班上的学生 18间教室经专业技师鉴定 确认就是海沙屋 教育部勘查后 先补助200万给校方进行规划设计 计划将海沙屋校舍拆除 无期国小是当地人数最多的小学 孩子平常上课的教室竟然是海沙屋 父母怎么能安心 希望校方跟政府能够尽快拆除重建 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学习空间 记者赖文良、杨清源 台中报导